前陣子第十二屆精英獎公佈入圍名單的活動現場 擔任接獎嘉賓的饒舌歌手春彥 在宣布最佳電音歌曲獎和最佳電音專輯獎的時候 因為入圍作品與演唱者的名稱 包含了阿美語、排灣語以及其他外國的語言 這讓事前完全不知情、完全無法準備的春彥 在能力範圍之下 他還是非常努力地把這些對他來說相當陌生的語言 一個字一個字地唸出來 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 後來也在社群媒體出現 辛苦春彥了這樣的hashtag 最佳電音歌曲獎 入圍的由 優法 Leap Up Co 不好意思 Leap Up Co 重點是幾天之後呢 春彥在他個人的IG帳號發布一則影片 在精英獎主辦單位的協助之下 重新把所有入圍名單的正確名稱再講一次 Let's go 第十二屆精英創作獎 最佳電影專輯獎 入圍的由 Leap Up Co 有法 黑的人形 OVDS 彼岸 露比沸陀 Simulation of an overloaded world Sonia Keiko 春彥的表現 除了大拇指 還是大拇指 可是你知道嗎 只要從生活開始進行多元族群的語言交流 這樣的窘境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而第一步 正確地講出族名 認識族名來開始 講到這個 我們就可以先從台灣的護政系統 原住民族當列族名的議題開始講起 我是古樂樂 歡迎收看這集的原事有意識 快速簡單認識一個原住民族議題 這集我們整理了三個重點 讓你一次看懂 當列族名的議題 當時林貴承辦人員看到 阿洛侯辣的硬件章上 有泰亞族名羅馬拼音 提出硬件證明是不能出現羅馬拼音 你說我的硬件證明看出來 我只能用中文這樣子 那羅馬拼音它是屬於外國文字 所以不能用 因為我是原住民 然後我有去申請那個 我們的母女拼音 然後並列 並列在下面去參加 然後我說你要看嗎 他就跟我說他也不用看 但是就是請我寫中文 為了讓大家快速理解 當列族名的議題 小便以今年在金曲獎 一舉拿下最佳原住民與歌手獎 和金曲最大獎 年度專輯獎 這位來自台東北南族 Gatatatibu部落的Sambui 它的名字為範例 Sambui這個名字 用北南族語的拼音 書寫就是 S-A-N-G-P-U-Y 這個族語文字拼音系統 是最能夠接近族語發音的方式 Sambui完整的族名叫做 翻開法規資料庫 按照目前姓名條例 和相關執法的規定 如果族人要用族名 登記在身份證的時候 只能選擇用中文異音的漢字 所以Sambui完整的名字 就會叫做 這個華語的念出來 就跟北南族語的念出來 很明顯就是不一樣 除了當列中文異音 族名的這個方式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 族語文字並列中文異音族名 第二個是 族語文字族名並列漢名 但不論是哪一種 就是不能當列族語文字族名這個方式 連你說像我叫爸爸一心高男 就是如果你叫他翻譯成一心高男的話 就是會感覺就是像Google小姐 儘管他們會問 就是說這是什麼意思 以為我是外國人 我會選擇並列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樣把它翻成 中文會比較優美好聽 因為我叫Mai Jack Mai Jack Jack男 他們理所當然就稱呼你賣先生 什麼什麼什麼 對 可是你要跟他解釋 又要花很長的時間 然後我當下我也就是 我也就認了啦 可能有人會說 因為有漢字的輔助 可以方便更多人 有辦法辨識族名 才能知道怎麼念出來 但其實漢字的呈現 常常會扭曲族名的本意 例如我的台灣族名叫古樂樂 用漢字寫成古樂樂 不了解的人 還會誤以為說 你的名字就是住在山谷裡面 每天快快樂樂的生活 這就是你們原住民的天性 這是我親身遇過的真實經歷 另外一個困擾是 漢字沒有辦法完整拼出族名 例如阿美族的 Lawa那個L 或者州族的 Euzna那個EU 以及泰魯閣主的 Login那個Gin 漢字要怎麼拼 沒有辦法 對原住民族而言 不同族群擁有不同的命名文化 通常都和部落的歷史 家族淵源 傳統信仰息息相關 名字不只是一個標記 更是個人生命和整個土地 整個文化脈絡 有著重要的連結關係 更重要的是 在2017年就通過的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以及2019年的 國家語言發展法 條文中都明確表示 各族語言都是國家語言 對此 有族人認為應該進行修法 回覆族人 民族的權利 就在今年5月 有一群青年成立 以我的族名呼喚我行動小組 就族名當列的議題 到內政部提出 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的保障 要求說要恢復 我們的單列族名這件事 收到的回函 卻會講到是說 為了顧及各機關的便利性 所以希望要把漢民並列上去 這個出發點的便利是便利誰 我們今天來這邊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內政部 可以接受我們全國的原住民族 你可以使用單獨的羅馬拼音的文字 成為你真正的名字 關於當列族名的議題 族人還在努力的路上 政府單位目前的回應 也僅止於正在研議中 試設到現在各個公司部門 它所使用的系統 也必須要配合去做修改 那主要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逐步的推動 讓社會形成共識 那也習慣這件事情 也可以去充分的了解 用羅馬拼音 才是有辦法真正將這個 原住民同友的這個傳統性 去表述出來 當列族名的議題 對於身在多元文化台灣的我們 是一個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的課題 你對於當列族名還有什麼想法 或者更好的建議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感謝你收看這集的原始有意思 讓我們看待任何事物 更有文化敏感度 我們下次再見 影片開場提到的 第十二屆精英獎 正式頒獎典禮 就在十一月六號 這次入圍非常多的很厲害 也很好聽的原住民族音樂作品 有漂流出口 優法 還有新生代嘻哈歌手 潮州土狗 如果你想更進一步 認識這些音樂 以及他們背後的故事 歡迎大家追蹤訂閱 原味星球 podcast 這也是我們另外一個 經營的新媒體頻道 介紹非常多的原住民族流行音樂 以及娛樂生活 記得給我們五顆星喔